大家好,我是陈寗 很多朋友發現說 陈寗你的那個騎士一號怎麼不見了呢? 為什麼現在變成這個新組合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騎士一號之前最後的庫存 已經不斷地就從各地 台灣各地有很多經銷商慢慢把它找回來 已經被大家團購買完了 所以現在騎士一號已經完全沒貨了 這個你在問我 我也沒有辦法再生出 哪天或許從某個角落再找出一對來 但是這已經有點難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做過一次了 所以呢 現在最新的最入門這個最低價的組合就是它 就是這個Sound Art的這一對 黑色鋼琴烤漆的喇叭 那它價格稍微貴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價格貴了一千塊 不過這沒辦法 因為這喇叭稍微貴一些些 那這喇叭到底是一對什麼樣的喇叭呢?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外型 這一對喇叭呢 就是這Sound Art的喇叭 其實你可以看它的外型有一點點像 Elaq 的喇叭 那它的聲音呢 其實跟Elaq 完全不一樣 等一下我會講 但是 因為它外型有一點像 但它很小 它比這個我們目前最小的喇叭 Richmont 3 還要更小一點點 而且它很輕 你看我直接這樣就可以拿起來了 不過呢 它是鋼琴烤漆的 所以呢 有一些喜歡鋼琴朋友的 尤其是我最近發現我媽媽都喜歡鋼琴烤漆 所以呢 你又有一個新的選擇了 那這個組合呢 我先把它放下 這個組合 它現在是這樣子 你在商城上可以看到 Sound Art 的這個組合 有一個便宜的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貴的 是搭 Onyx 的擴大器 所以它是有兩種不同等級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而這個喇叭又是一對什麼樣的喇叭呢? 今天我們就來好好地談談這件事情 而這喇叭 剛剛可以看到 它的高音單體長得跟別的喇叭也不太一樣 這是一個 氣動式的高音 這過去在我們頻道完全沒講過 所以今天呢 也會來介紹一下 氣動式單體這個很特殊的高音設計 那開始之前呢 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有任何問題想法 直接下面留言 這一對喇叭的套組兩個組合 直接下面連結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團購連結 我上面也有寫介紹 直接看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開始了 這喇叭呢 它的品牌叫Sound Art 那這是什麼品牌呢? 其實它就是台灣MBL的代理商 益生自己做出來的喇叭 益生這家公司很有趣 因為以前他們擁有過一些品牌 比如說像 Onyx 以前也曾經是益生擁有的品牌 所以他們家推出的產品 就是以前是 Onyx 現在賣給大陸的三菱 然後再來就是這對喇叭 Sound Art 的喇叭 那 Onyx 這件事情 雖然跟大家說一下 時不時的呢 就會有人傳訊息來給我說 你看啊 那個英國的 Onyx 現在有一個叫 Onyx DNA 的網站 說這個 Onyx 的品牌 台灣在賣的這個是偷來的 但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一個公說公有禮的事情 因為當初 Onyx 在英國的時候 他是兩個人一起共同創辦的 那其中一個 他把這品牌賣給台灣 就是賣給誰?賣給 Onyx 賣給 Onyx 賣給 Onyx 那一聲呢 他就做了一系列的機器來賣 那這機器呢 因為據說 當初是跟著 MBL 共用產線 所以你會發現 Onyx 的機器 長得都跟那個 MBL 很像 而且呢 如果已經有團購的朋友 你仔細看 他上面那個旋鈕的那個鍍鏡 做得非常的漂亮 很少的機器可以做得這麼漂亮 所以 不管是不是同一個產線 但至少你真的仔細看那個 Onyx 的機器 真的跟 MBL 超像 不管是外觀的那個面板 或者那個旋鈕 整個品質都非常的像 這是真的 那但是呢 後來要把這個 Onyx 品牌賣給大陸的三菱 三菱是做音響的 那現在呢 就變成說 三菱呢 在亞洲 注意喔 三菱是那個 靈魂的靈 不是日本的三菱 是大陸的品牌 三菱現在就公告說 他在亞洲呢 確實擁有 Onyx 這個品牌 因為當初就是買來的嘛 可是呢 他在歐洲 因為歐洲他們那個 Onyx 又申請了品牌 所以 就變成說 三菱的東西沒辦法去歐洲賣 歐洲的 Onyx 當然 這個亞洲 台灣大陸賣也不行 所以就變成一個 亞洲跟歐洲的 Onyx 這個概念 所以 你說到底是誰偷誰 我覺得 這個就留給法律的人去搞吧 不要看到白人說是亞洲人偷他 你就相信白人的說法 這種事情過去發生太多了 所以呢 我還是這樣一句話 聲音優先 好聽比較重要 那我們再回到這喇叭 當初呢 在義生做這喇叭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個第一代 如果你看到音響論壇是有介紹過 而我現在這個是第二代 那目前他們還有說 大概二三十對的庫存 希望可以把它出清 把它賣一賣 其實你也想你知道 現在這喇叭 是越來越難賣 你看 現在喇叭你隨便問一下 買一些大品牌 買什麼 B&W 啦 或買一些什麼 ELAC 之類的這種 算是台灣這種自己做的啦 很奇怪 台灣做的音響 其實很多很好聽的 像以前亞瑟也很棒 可是呢 只要是台灣做的 就被人家說土炮 所以呢 就漸漸的比較難 要賣就比較困難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用到一個比較低的價格 把它放到我們的嚴選組合裡面 你看這個喇叭如果上網看的話 它價格是兩萬五 可是呢 價格不重要啦 好聽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再回到這喇叭啦 這喇叭呢 你剛剛有看到 其實長得跟這個 ELAC 喇叭很像 像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單體 這個東西 叫做氣動式單體 這個氣動式單體 跟過往 我們所看過的那些 那種圓圓的單體 是不一樣的 那它到底是一種什麼東西呢 這個單體 它全民氣動式高音 英文的簡寫叫AMT 這個高音單體是大概在1960 1970年 開始發展的一種單體 這個單體跟過往那種 正模式的單體呢 是用不同的原理來運作的 過去傳統的喇叭是這樣 這裡有一個線圈 然後呢 通電的時候它的磁場會改變 會跟後面的磁鐵交互吸引跟排斥 然後呢 震動之後再推動這個正模 把聲音發出來 可是呢 氣動式單體不一樣 氣動式單體它的結構是這樣的 這裡一樣一個磁鐵 可是呢 它的正模是長的是 皺摺型的 一樣一摺一摺的 如果把這圖片放大來看 你就可以看到 裡面這樣一摺一摺的 看起來好像空氣輕輕輕的 那個HEPA濾網 那這個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呢 其實呢 它這個一摺一摺 就是因為它上面 在每一摺的中間 都是一個電極 所以呢 當這個電極通電的時候 這個皺摺 這個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沒有通電的 所以它是全部的間區都一樣 可是它通電的時候呢 其中兩邊會往內吸 往內吸 然後再放反向電的時候呢 它就會再往外推 所以這個皺摺 就會這樣子 不斷這樣伸縮 這樣伸縮 這樣伸縮 它就會擠壓空氣 就會發出聲音來了 這是一個全新設計的單 在當時啦 但是到今天呢 其實用氣動式單體的品牌 也沒有很多 最有名的就E-Lock 那其他呢 就以前像 Onyx 也有出過這樣的喇叭 或者是一些 你比較沒聽過的品牌 但是呢 真的要說用這氣動式單體的時候 其實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的聲音要做到好聽不容易 我們再繼續看這個單體的設計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第一個 它的單體不好做 原本這氣動式單體呢 做出來的時候 是一個這樣子 長長的正模 就這樣長長一條 那它要用一個盒子 把它這樣捲捲捲 折折折折折好之後呢 就變成這樣一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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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呢 實際上它的正模的這個尺寸呢 是很大的 就差不多要這麼長 然後再把它折成這樣 有一點還是像 HEPA 濾網的感覺 就很大的東西把它折成小小的 所以呢 從運作來講 它能夠推動的空氣量 會比一般的單體還要更大 因為它的皺褶比較多嘛 可是也因為它皺褶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它在推動的時候 會比較重視擴大機的效率 那個功率 如果說擴大機的功率 它推力不夠的話呢 氣動式單體推起來呢 聲音會比較薄 聽起來會不好聽 所以呢 在從這1960 70 年代到現在 各家廠商不斷地去精進這個 氣動式單體的技術 到現在聲音才算是有比較好聽 所以 你去聽早期的ELAC喇叭 跟現在的ELAC喇叭 聲音也是不一樣的 那這氣動式單體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它的頻率響應非常的高 在有鑽石高音出來之前呢 這種單體 它的頻率響應 就可以高達50kHz 而一直要到這個鑽石高音 這種特殊材質的單體出來之後 這種傳統單體才能夠突破 這種35 40k 這樣子 要不然以前 就是差不多35 就算頂了 就很高了 所以 所以 你真的要說這個 這個單體 這種材質的這種進步 其實對聲音還是有很大的影響 其實有時候 你會想說 其實陳寗好像都不是很喜歡那種新的喇叭 其實不是 其實 新單體絕對有它的特色 就好像像這BMW 805 D3 它用了新單體之後聲音就變得很棒 只是 新的單體 你要把它做得好聽 就比較困難 畢竟舊的單體 大家已經摸索二、三十年了 要弄得好聽就很容易 可是這種比較新的材質 要重新讓它有很好的聲音 就會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 那我們再回來看這個Sauerz這個喇叭 這喇叭 它就是用這個氣動式高音 然後 它再用了這個小小的低音單體 看著很像是塑膠 不過其實它是鋁合金的單體 所以它是 這個是金屬的 它上面再加上一個氣動式高音 這樣的聲音 照理說 應該要非常的亮 非常的硬 但是呢 這喇叭非常的意外 它並不是這樣的聲音 其實呢 畢生這家代理商 它代理的東西的聲音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相對的比較寬鬆 比較厚實 然後比較暖聲一點 所以呢 他們家的東西 不管是ONYX也好 或它自己的喇叭 或者是其他什麼MBL 歐拉力 其實這些的聲音 你聽起來就還蠻一致的 只是有高有低 就比如說 MBL 它的整個聲音的通透度更好 然後到這個 那個其他法國的 或者是這312層 通透度沒那麼好 就是有一個高低的差異 所以呢 你說他們家 會不會做出很亮的聲音 這其實有點難 我在想 如果說呢 會做出那麼亮的聲音 他們乾脆不要做 所以這是一個 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陳寗你選這音響的時候 為什麼要特別去看你的陳寗嚴選 其實你買這陳寗嚴選音響 其實就是買一個 我對音響的品味 我對這音響 我認為這樣子才是好聽 而你買的時候 就是買了我對音響的那個認知 當然你可能會說 奇怪 有一些品牌也很好啊 像之前那個十大喇叭品牌 裡面就很多人留言說 什麼陳寗為什麼不講Focal 為什麼不講JBL 因為那聲音對我來說 我就沒那麼喜歡嘛 所以這十大音響品牌 其實就是我認為重要的十大品牌 當然可能有一些你喜歡的被我略過 但是 並不是說他不好 只是我沒那麼喜歡 那這喇叭 音響的陳寗嚴選組合 也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 上到二次的喇叭 他聽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其實最主要的特色 還是在他的氣動式高音 因為氣動式高音 他的效率非常高 他的細節非常豐富 所以只要用氣動式高音的喇叭 通常他一定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高音非常的 就是用這種細節情感非常豐富的那種感覺 但是連就算是鑽石高音都比不上 所以在我的商城網站上面有一些 就是 就算跟805D3比 SoulArt的這個高音的細節表現 甚至 不要說不輸給805D3 甚至還會贏過他 就是因為這氣動式高音的物理特性 所帶來的特色 那他是怎麼樣的感覺呢 在聽著小提琴的時候 他小提琴的那種細微的顫抖 那種擦弦的那種空氣感 那種非常細節的聲音 用這喇叭輕輕鬆鬆的就可以表現出來 可是呢 這麼高音這麼漂亮的喇叭 往往都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中低音會不夠厚實 這也是我個人 沒那麼喜歡E-LAC喇叭的關係 因為他的中低音不夠厚實 就是我沒那麼喜歡 可是呢 這一對商話者喇叭 他不知道弄什麼方式 讓他的中低音變得比較厚 當然他犧牲了整體的解析 他的解析就沒那麼好 你看到他 如果他氣動式高音 感覺應該解析要非常棒 可是沒有 他除了保留高頻的那種細節之外 他整體的解析 並沒有像E-LAC那麼好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要追求極高的解析 這個什麼Sound Art 或者是B&W那707 都不用選 你直接去選E-LAC就好了 那個才是真正給解析空在聽的喇叭 可是呢 如果你要的是 這種人聲的情感非常豐富 那個喉嚨的嗓音 他整個情感的細微變化都非常的清楚的話 那麼像這Sound Art 這對喇叭就非常的合適 可是呢 他的低頻就比較少一點 畢竟他的單體很小 然後又是個金屬正膜的單體 所以呢 他的單體是這樣子 他在低頻表現的時候 顆粒非常的清楚 彈跳感非常好 可是 力道下潛度 量感 就是沒有那麼好 那 如果你看網路上說 他的音場很大 這件事情其實是這樣 因為他的高頻還不錯 細節很好 所以聽起來音場會比較大 可是在陳寗嚴選組合裡面呢 他的音場真的不算大 為什麼 陳寗嚴選組合裡面是什麼東西 B&W 707 這種音場超大的書架喇叭 不然就是新的 ATCS CM7 音場也是很大 氣勢很好 然後 其他那個 法國那個 Atom 的喇叭 那也是 就整個聲音也是非常大片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在這整個組合裡面呢 這Sound Art 喇叭 反而是音場比較小的 所以呢 不要看別人評測說什麼音場很大 你買回去發現音場還沒很大 那不是 那對其他人來說可能很大 但是對我來講 就是比較小一點 這是比較出來的問題 那這個聲音細節表現是怎麼樣呢 我們還是用這個 大家熟悉的杜月橋來講 杜月橋 其實他裡面的伴奏 並不是很複雜 可是呢 因為他有一些吉他啦 或者是一些水聲啊 這種非常細節的聲音 那這種聲音 在一般的喇叭 或者是像那英國系的喇叭 在聽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他高頻 細節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呢 如果像有什麼ATC 或B&W在聽的時候 這倉木馬野聲音的那個厚實感 那種甜美感是非常棒的 可是呢 那種細節像什麼水聲啊 或者是吉他的聲音 那細節就沒有那麼好 那個波旋的顫動感 那種 的那種感覺 也沒有那麼漂亮 可是呢 用這312的喇叭 就可以把這部分表現得非常的好 整個細節都很多 可是呢 在聽倉木馬野聲音的時候 厚實感就沒有那麼好的 可是呢 相對換來的 就是當他在唱歌的那種 那種 嗓音那種 這種細節出來 那種 喉嚨發出來的聲音 那種氣在流動的聲音 哇 這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可以說 312這一對喇叭 在陳寗嚴選組合裡面 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 因為呢 其他喇叭幾乎都是屬於厚聲型的喇叭 唯獨312的喇叭不是 他的厚度沒有那麼厚 可是他的整個聲音型感非常的豐富 但是又不會到像伊拉克那麼亮 所以呢 如果你平常都是聽這種人聲啊 然後你更重視他那個人聲細節 而不是說我一定要很大巴很厚那種聲音的話 那麼這對喇叭就非常合適 那另外還有一個音樂也很合適 今天換一張CD 就是他 魔鬼的戰音 魔鬼的戰音呢 裡面這小提琴呢 因為他是帕格尼尼寫的 所以高難度 小提琴 他的音色變化非常多 普通的小提琴的擦弦的感覺 鼻音這種各種音色的變化 之前有講過在講這張CD的時候 如果你的音響系統 聽不出那些音色變化 那表示你的系統的細節不夠好 那這一對喇叭呢 在聽這個 哇 太輕鬆了 可以說是 在這個三萬多價格裡面 少數可以把這種小提琴這種聲音細節 他的音色變化差異 通通完美表現出來的喇叭 非常少見 要這麼便宜買都是很困難的 可是呢 還是一樣 他的低頻呢 顆粒感非常好 解析也很好 可是力道不夠 所以呢 在這個魔鬼戰音裡面呢 那低音鼓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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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後面有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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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噔噔噔噔噔噔噔 用B&W 用ATC 輕易的就可以展現出來 可是在這一對喇叭 是聽不太出來了 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組合我要有兩種 因為呢 那個比較便宜的M2組合啊 搭配這個喇叭的時候 推不太出他的低頻 他的低頻會有 他有那個低頻的感覺 細節也都有 可是下潛度就是不夠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低音單體不好推 他的高音單體呢 調校得不錯 用小瓦數就可以推出很好的高音 可是呢 他的中低音呢 要表現出來 瓦數一定要夠 所以呢 才會有另外這個組合 A65L1 用60瓦呢 直接晶體推動 去推這個喇叭 把他的低頻跟量感整個推出來 所以呢 如果說你偏好這種 哇 這個細節非常豐富 聽起來情感非常豐富的喇叭 可是呢 你又希望不要去犧牲這個低頻音場 跟力道的話 那麼 直接上這個組合 會是比較好的 其實坦白說 最開始呢 在這個代理商建議的組合裡面 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呢 他價格終究是高了一點 所以呢 我才想說 那想個辦法 透過這個M2 我再調音呢 重新去調整我調音的方式 讓他的低頻可以推出來 高頻的厚度也可以推出來 那才會有那個32999的組合 可是呢 真的要到完全發揮他的實力呢 用這個A65L1 才是最好的選擇 可是呢 這時候你一定會想 那我用更好的呢 我試過了 再用更好的擴大機 就沒有差異那麼大了 他的極限差不多 就是到這樣就好了 如果呢 你要再更好 或更棒的那種感受呢 我還是建議你 直接BMW喇叭買了吧 新的BMW喇叭 雖然我說 他的那高頻細節 沒有他的好 可是呢 也沒有那麼差 在我的這個音響比較裡 有的時候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 我說他有差 但這有差 如果差很多 我會告訴你 天差地遠 可是呢 如果我跟你說他比他好 通常可能沒有差那麼多 甚至對大部分的人來講 是聽不太出來的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有差 為什麼 我聽得出來嘛 所以我就要告訴你他有差 是這種感覺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這喇叭呢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對喇叭 因為 在陳寗的嚴選組合裡 從來沒有出現過高頻細節 那麼豐富的喇叭 可是呢 你說他會不會不值得買 其實不會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低頻 就算到這個呢 還是沒有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還是說 我就是重視中低頻的表現 那麼呢 往上那個59999的組合 或者是往下那個Richmond三奈組合 還是會比較適合你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直接下面留言 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或傳訊息問我也OK 那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通知 按讚加分享 當然一定要留言鼓勵我 陳寗你好棒 我們明天見 掰掰